你 放到车上去 这是您最喜欢吃的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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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二哥 你看 获整兵马 曾东一 是边陲官兵遇寒 被来日大战 顾太师王幼之遗孀 于殿外重击登文谷 说有冤情呈地下御前 汪亲家 有何冤屈要劳动老母亲 在上朝的时候大瞧登文谷啊 臣 故 推中协谋 夺礼功臣 同中书门下平章室 聚贤殿大学室 郑太师室文简 王幼之嫡长子 同前书书密宴室 王世平 室文简 状告顾廷夜 杀害陈妹 命书成 康海风之妻 命父王世若愚 宣吧 宣 宣 故后一件川凶 杀死我女 如君失守 廷灵未葬 各路无座皆可查验 恳请陛下 明察秋毫 胜财绝断 启奏陛下 臣对此事有言要辩 朕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你可还有什么佐证吗 故后在侯府纵火一事 人正俱全 揭露在册 请陛下预览 请陛下预览 这么说 是有人证喽 是 就等陛下宣诏 父皇 此事事关重大 不如先听听顾侯的辩摆吧 lol 班王说得对 侯侯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请侯侯 允许我家朱班人证上殿 侯侯 你敢吗 你 难道我还怕你不诈 陛下 考问爱情需人物施政俱全 陛下不如先听证词再听辩解 你们御史台参奏 需案卷文读俱全 今日案子突发 也属你们御史台的查问之事 陛下 案件本应交于开封府大理寺审问 但如今王老台夫人竟由登文谷上殿 台建二院受朝中委托 勘政缴委不敢不问 行啊 宣吧 宣 你笑什么啊 做个心配料的 你还有心思笑 你的证人呢 陛下 那日臣刚进尘门 遍见家中师傅 陈快马加鞭地赶回家中 正欲陈妻分娩 那王若宇手持利刃 趁陈妻分娩虚弱之时 便要刺杀陈妻 眼见就要雪剑当场 陈不得不拔剑相护 怎么说 你是承认杀人了 王老夫人 您不管教您的女儿 自由老天爷来管教 放弃 指不定我家这把火 是谁放的呢 怎么火起的 你不知道吗 你杀了王家女 想毁尸灭迹 就在侯府放了一把火 太夫人 我家这火怎么起的 您知道吗 是你到廷尾的院子里 去放火 有人看见 顾侯指派他的手下石头 到我儿院子里去放火 王家姑娘 是去救火的 救 我朝明定 每日有府兵在观火台瞭望 一旦起火 便快马吃爆 让各地衙门组织军队 前去救火 用不着百姓 这王室 是贵妇女流 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 如何救得了火 他好心好意 黏在一场亲戚 才想去救你娘子 你这个畜生 谁是畜生还不知道 你 你将我母亲害死家中 为了毁尸灭尽 又焚烧宅院 你这么做 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前世乃顾侯嫡母 若非所言属实 还有岂可能指挣自家人 我亲眼见到 你指使手下纵火烧屋 我侠到魂不守舍 你这个捏账 还想赖账吗 若你们说王室是为了我 既然她是来我家做客的 那败铁何在 李叔何来 是谁招呼了她 是谁给她奉茶做饭 是谁为她扣的我成员的门 把她引进了中庭 又带入了家洗居 我父命在旦夕 院内火光冲天 这个雷若妇人 如何入得了我内宅 你是说我女儿 让门杀人 她本是那圣家的姨母 我就问你一句 她何愁何愿 要去杀她盛明兰 何愁何愿 她想杀了 我女儿 为何要上你这头腹杀你娘子 你说呀 你说呀 这毒腹杀人 还需要理由吗 胡扯 我母亲与你岳母 本是雪晶姐妹 你是当朝重臣 我母亲有什么理由 要去杀她自己的外甥女呢 背了这么多条人命 她杀人还用为什么 胡说什么 陛下 臣 陛下 陛下 此毒腹杀人的理由 我等正常人都猜不到 臣确实杀了他 但当日臣若不举荐 臣妇可能就要命丧黄泉 还请陛下替臣 主持公道 登文武 乃冥冤之期 今日明暖 吾侯乃辅佐之臣 忠良辅佐 诸位各司其职不偏不倚 方有我朝万年基业 大理寺协同开封府 各受捐宗 协礼之后再审问 陛下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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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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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到底怎么打算你 你日之事 不许再提办法子 否则你我教训从此断送 我再也不登你盛家的门 不登就不登呗 反正也没人稀罕 只是 你家大娘子 我六妹妹她不肯 你还在这儿交缠了 咱们回去好好生营 方才你在大殿上 把我的话给躲回去了 你说你自有打算 到底什么打算啊 我的打算不能说 你就当我不足以为外人道 这是我家家事 怎么成外人了呢 那 那我就是没有打算 那我等一下 就去大理寺送帖子 石头 公子 我去吧 搬到车上去 好嘞 侯爷 叶副大人 刚才在大殿上 我若说了事情 我明白 我明白 你好好看着她 她若再跑到大殿上 去做什么证供 要识个我 也没有办法 我看住你 好 看住她 真好 你是要回娘家做月子 我就想吃 崔妈妈做的茶羹了 也许说 崔妈妈的 往下 在家里 就好了 有什么好 我 不想吃 你 你 不要 我 你 好 你二哥哥如今被关在家里 成日里闹呢 你父亲不让他出去 有半个月没上潮了 我怕是没有了俸禄 就养不了你了 我还没见过二哥哥被关起来的样子 等下用了午饭 我同侯爷一起去看看他的笑话 侯爷 侯爷也过来了 他也住在家里吗 我回来住 他自然也要回来住 祖母您放心 我让他去跟厨房交火费 傻丫头 二哥 出发今日做了二哥最喜欢银鸭羹 老太太还吩咐 要额外多放些呢 二哥 您来品尝 什么羹 银鸭羹 这是您最喜欢吃的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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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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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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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二哥 二哥 请慢用 大胆 独立 你还不认错 我让你不认错 你就这么笨开封府去了 你母亲 你祖母 还有你老子 都要被你痛死了 你姐姐妹妹 还有你弟弟的前途 你也都不管了 你还一驾十三名 你忠孝礼金 记住了齐哥 没人就错 是伟终 就你懂 你最懂 立家成天 就你知道 是伟终 全家就你最笑 为 你 你这么做 是伟终 我不让你说 我让你还嘴 你没法便美 好 是伟终 我就打你个忠孝礼金 打你 你还为家晴天 是伟终 在正家的田中要他了 我年少的时候 我年少的时候 咱们圣家败落 受尽白眼 我发宏愿 要光大咱们圣家的门楼 我刻骨上进 这才有了尺寸之功 那我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可你呢 怎么 咱们圣家 你这要咱们圣家 受那康王氏的拖累 一败涂地吗 圣败 长辈 你是身受圣倦的人 眼看着就是一条 未及人臣的路 你都不要了吧 好 你不要了 那你也不顾咱们生家 几十口子老小吗 给我拖出去 给我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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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捆着